對 我覺得對 我覺得對呀 那就這個吧 OK 所以都答完了 來 我們來公布答案 不是 公布他們的答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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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沒看嘉賓答案呢 這等待的 我選了C C的話都是白毛 你知道誰不是白毛 你看他底下那個嗎 他頭髮那是紫色條染 怎麼可能是白毛啊 那不是條染 那不是條染 我解釋過了 確實有點 你怎麼解釋的 我不管 那是條染 你解釋一下 你解釋一下 每根頭髮的前面半部分是白色 後面半部分是紫色 那不就是條染嗎 沙馬德是吧 那怎麼算條染了 無力的辯解 我們來看花花 嗯 花花選擇的是B B選項的話是這個 都穿著外套 是誰沒有穿著外套啊 因為我的排除法 我感覺他們 ACD好像都有的樣子 排除法 我感覺好像雅哈 確實沒穿外套啊 他穿了 有的有的 他穿了 他雖然跟沒穿一樣 但是穿了的 哈哈哈 原來是這樣 穿了 但沒有完全穿上 就是啊 為什麼你們這麼懂 多好看啊 不能多看點嗎 哦 確實確實 這可是同事啊 同事啊 同事啊 對對對 你說的對 你說對 那Noki和靈心都選擇了D 為什麼呢 你先先說 就金色 啊 我我我我這次就當老師 我很認真來解釋了 嗯 金色裝飾物的話 雅哈雅哈是有的 但是宇佳沒有 雅哈的鈴鐺是金色的 哦 然後宇佳全身上下 都是沒有金色的裝飾物 啊 然後我身上 我身上的話 你看我項圈下面 有一個星星 啊 星星是金色的 說到你啊 好像正確答案已經出來了 Loki也是注意到了嗎 我是排除法的 因為我印象最深的是 三位都都有項圈這一點 然後我記得 哦 阿宇他是 黑色的 一個貓貓的項圈 對 然後應該是銀色的 還是什麼顏色的 哦 但是敵的話 因為不確定全身的例會 對 因為看直播的時候 一般沒看不到腿 哦 所以不確定敵有沒有 所以就選敵了 啊 這個細節觀察題呢 你不會要說鋼板吧 他不是有金色的瞳孔嗎 瞳孔不是 哈哈 是金屬啊 啊 啊 來我們要公布正確答案吧 雖然已經很明瞭了 來 我們來看正確答案 啊 公布 B身上都有金色的金屬裝飾物 哇你管那叫白毛 哈哈哈 我來看一看 你管那叫白毛 我來看一看 三維一七神身上 阿羽的話 是沒有金屬裝飾物的啊 金色的 我說金色的金屬裝飾物 他是沒有的哦 哦 然後林心的話 他解釋得很對 一個是星星 還有一個雅哈的話 是這個鈴鐺啊 是金色的 所以說 這題的話 選擇D 是沒錯的 來我們給林心和Noki 各加100分 咚咚咚咚咚 哦 等於沒有加了 這時候需不需要幾個什麼場外記者 然後把話 麥克風遞到蝦腳的嘴邊 來來 我們先算算吧 先算算分數啊 這還用算嗎 哈哈哈 先算算分數呀 125加32.5等